其实相对我印象中,我们有没有介绍过Pop-Up Array? 少 哥布拉,我们有没有介绍过Pop-Up Array? 好像有 算哥布拉之后 哥布拉有 这个我没有记错,有错请更正 Pop-Up Array L,应该是第一件产品 如果有错请更正 好像 最近阿灵波和新鱼西有推出,他们也有推出 很大的 未出了吗? 出了,很大的 就是那只? 很大的 1比6 不是 Long Scale 我知道大了 似不像1比6 Pop Array L 比1比6 很大的 大比1比6 是一个矮妹 比例上来说,它大概1比6 好 究竟L size是什么? 怎样都转一个圈 Pop-Up Array 又不敢说是很贵价的玩具 之前乐引志士都出了两只 是 半空 有一个蹲在这里 后来之前就出了半空 是 变了 如果我相对用一个不是很昂贵的价钱 而买一个 多高质素下的产品 再有了 没问题 但L好像 再贵一点 但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 我真的喜欢这套东西 所以变了 你说我是不是算玩女figure呢? 又不是的 对呀 这次怪兽 重点都是 我是非常 喜欢这一套作品 和这个角色的性格的 性格是什么? 温柔软信 善解仁义 听话 能够为爱豁出去 等等 你这个太太 这个背景才是 信物买星座 看到整件事都 都挺麻烦的 拆过一下 照片我拍了 但我没有时间 彪得很漂亮 所以变了 很漂亮 撇出来 给大家看 很漂亮 作品就是 斯德尼亚的骑士 如果大家喜欢二平面的话 其实这一套作品 我是非常推介给大家看的 有 有这个 动画 亦都有 这个 但是这个人物在动画有出场吗? 有 有 有吗? 赶紧 先做个 close up 有点中 我想起了 这些加加亚 不是要用火腿来做一条款吗? 有 有 白羽衣游 本身其实 也是 胜白的胜纸 当它 跟这个 胜白融合之后 亦都 用了奇居子的技术 诞生了它 当然 就着本身 奇居子的特性 它融合了这个 星白之后 它是拥有了星白的 记忆 甚至我说是 灵魂 所以变了它在性格方面 是温柔软顺 体贴 可爱 等等等等 而亦都是拥有 压倒性的战斗力 当然 就着这个figure 暂时转了一个圈 可以看到 其实 粉红色 和 涂红色 和红色 即是那种 颜色夹杂 几够水 它做到这样的质素 真是 比较OK 真是 丢得很精细 是 出到的吗 出到的 它是软的 不算很硬 其实都很硬 但就要小心一点 当然 就这样摆在这里 不会怎么办 其实都安全 另外 大家没有记错的话 算是为了保护 这个长度而牺牲 抱着这个 继位就冲了下去 烧死了 不过 它本身的 细胞 就依附在这个 继位 亦都能够成功 把它分离出来 再和人类融合 就变回 星白 不过 这些爱情故事 其实真是不错的 重点就是 它变回星白之后 对东西小了很多 我们又回来 这个figure 本身 我自己个人来说 其实就着整个figure的外形 我就没有挑剔了 因为你会看到它这个 勾手指的姿势 其实当然 如果你将 这样的姿势 摆进去 Q 没有Q版 即是一些友人的女figure 其实是 完全是match 其实我在 剧里面 最有印象的就是 因为它本身这个size 是20多米 还是18米 我不是太记得 它怎样跟人类聊天 就用触手 其中一个触手沿着管道 去到 长度那里聊天 或者另外一些character 去接触他聊天 这样去沟通 很过人的 我看这套东西是用 2D画还是3D 很类似 3D的2D 用3D画 然后做了2D争择 对 是 真是很精彩 当然我唯一扣病的就是 他没有出一只炮给我 他的主力武器是 那么厉害的炮 破坏力是压到的 他整部战斗画面 是很精彩的 好看 大家有兴趣 其实我又补充一句 坊间我好像没有见过有得买 那哪里有得买 没有订的 都是出名的连锁店 但是 可能这套东西 不是那么多人接触 亦都不敢说是受欢迎 更有甚者 好像在场里面 其他我和水哥认识 没有 我有看 你有看 我有买这些人 但是我看这个故事 看不完 所以我应该没看到他出场 就弃了 我弃了 我弃了 我是看漫画的 但是我没看完 弃了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上网自己搜索 这个作品 很快又介绍完 稍后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